作曲 作曲 人權 作曲 人權 角色的演出部分不是說真的很多 但裡面每一次出場都要哭 因為好朋友又死了 因為好朋友是阿子涵 然後又自己爸爸又死了 所以情緒的挑戰其實都挺多的 幸好我不是很需要打 男生打得多 所以我就學到原來他們 由動作開始 他們怎樣去因 以及他們的受傷過程 我覺得原來一個藝術 我自己比較喜歡的動作片藝術的犧牲是可以去到這麼高 這套戲裡面的三個男主角其實都很有型 他們很大得和很大隻 我現在真的覺得大隻小小的男生是很有這個毅力去練 所以覺得他們是特別有型的 內臉的男生給我感覺是比較穩重 而且他們不會口花花 他大隻大 但他又很內臉 有一個差距感 就覺得很champ 大家都想得到你快點拍拖 這個我已經有憧憬去到灰心 去到死心 說明師傅沒那麼快 我自己都覺得好像真的沒什麼人在我身邊出現 所以都是順其自然 反正我現在都忙到經常都覺得連休息的時間都沒什麼 所以我覺得不要緊